哈囉,大家好,我是愛迪先生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LED燈 是那天阿妹妹去我們大樓的垃圾堆撿到的 可是他是壞的啦 結果他撿回來沒辦法拗不過他 只好幫他修啦 可是也費了九年歐虎之力 終於修好了啦 老公老公 我又帶了一個墊上回來 我又去垃圾桶那邊撿了一個小電扇回來 哇,妳又來了 我們家電扇那麼多,妳幹嘛啦 雖然有很多電扇 可是都是那種大隻的 你看這個比較小隻,比較輕巧 我想說有時候放在桌上 或是我的腳邊這邊應該蠻好用的啦 而且它感覺是鐵的 應該不錯才對啊 要不要看一下嘛 這個我們家電扇 根本堆都放不下啦 啊,妳就修修看嘛 對,砍凳都修好了 這有什麼關係 修修看喔,這個 修啦修啦 好啦好啦,我幫妳檢查看看啦 好,妳看一下好了啦 好啦好啦 哎呀 我好不容易修完一個 怎麼又來一個呢 我先來幫他看一下好了 這個外觀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喔 感覺還蠻新的 不過這個你看 根本連電線都沒有 這個只是開關啊 這電線都被剪斷了,妳有沒有看到 事實上一般像這種 這種電線被剪掉的 百分之九十都是壞的啦 而且喔,據我所知喔 那個管理員之間都有默契喔 那管理員如果說他剪到一個這種 類似這種電器產品喔 他回去插電 如果不能用的時候喔 他就會把電線剪掉再丟回去 那個資源回收桶 那其他管理員看到就不會再去剪 這是應該叫做默契就對了 那不過呢 既然阿妹妹喔,她已經剪回來了喔 我就免為期啦,來修修看啦 其實我還沒把握 人家都已經判定是壞的 都把它扔掉了喔 我想有一定的難度啦 不過呢 愛迪先生就是有那種 不屈不腦的精神 修了就對了 好,那首先喔 我們先來觀察一下 這個電扇到底有什麼毛病喔 那我是覺得它本身是鐵的 然後扇葉也是鐵的喔 這照理講應該算是蠻耐用的 不會因為這個連線的問題 裡面的葉片喔 就崩解喔 然後呢 它這個 最主要問題我認為還是在 在這個盒子裡面的事情 那 不管怎麼樣齁 我們還是先插電好了齁 那我先來 來把它接上電線好了 好,我們把電線接上去了 好,我擦一下電看看 先把它調到0 好 這邊 就是它的 一個切換開關齁 有0,1,2,3嘛 我們先來轉動一下 喔 怪聲 第二段 三段都會轉 可是它就是 有一個嚴重的怪聲 有沒有 難怪會被丟掉 因為聽這聲音齁 聽起來怪恐怖的 那 像這種情形啊 事實上使用起來是很危險的 因為 它如果說 完全不動的時候 這個就發熱 可能起火 難怪 人家會把它丟掉 那不過我們既然要修了 就來看一看 因為 從這個方面判斷 只是髒而已啦 因為會動嘛 動得不夠迅速 大部分都是髒而已 它那個情形不是啟動困難 這是 轉動的意義 異聲 所以 純粹是髒污 我們把葉片拿起來 那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培林 一般的髒污 我們都是用潤滑油 噴一噴就好了 那我就拿個潤滑油來跟它噴一下吧 剛才有異音嘛 那我們就是噴一點潤滑油試試看 感覺滿緊的 所以說 所以說 它這個 有可能是 兩個培林的軸層都有點問題 因為 我把這個噴下去 還是覺得 有點緊 不過我先 插電讓它轉動一下 好 好 上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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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比較好的一點 齁 那 我們換到正常的角度 好 正常的角度 我看先把它 蓋起來好了 以免發生危險 這樣子 好 三段都可以跑 不過它這個 顯然我們噴了一下潤滑油 還是 有稍許的聲音 那可能它 它後端 後端這邊可能還有一個 培林我們沒有噴到啦 那我們就 把後端也拆開來看看一下 好 好 好 因為既然我們要修了 我們就把它修得比較完善一點 不要說 再過一陣子啊 又壞了 因為 根據我經驗 很多電扇 你噴到油之後啊 修一修 然後過了兩個月三個月 又老毛病又換了 這樣就是不行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 這個馬達 好像是鎖在鐵網上 你看 好 這個 我們把這個鐵 這個鐵網上面有幾顆螺絲 我們把它取下來 好 這樣看來應該有四顆螺絲啦 不過好像少掉一顆螺絲 可能在拆的時候 有弄斷一顆螺絲吧 在想 也許有人修過也說不定 你看 好 那我們把它 拔開 好 這邊 這邊有一個培林沒問題嘛 好 對對方 應該還有一個培林 那 我們直接噴到這邊 應該也是 修了一半 好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它的腳 這邊 這一隻腳 斷了 因為它對稱的四隻腳 一二三四 四個腳 對應點 都有一個腳 這個腳斷的是蠻糟糕的 因為它是 幫助固定這個 這個馬達在 在這個機身上面的 所以說如果說少六個腳 那個 風扇啊 會有一個震動的形象 因為只有三個點 少了一個點 會造成力量的一個不均 也會不穩 好 那我們 這邊看不到嘛 只能 這個 咦 這個有聲音 這個就是斷掉的那個腳 在這裡 那這個腳的話 我們就把它 黏回去就好了 這樣 就把它黏回去就好了 那啟動的電容沒有壞了 這邊有一個啟動電容在這裡 因為它 它不是 不是運轉 慢是怪聲 所以跟啟動電容關係並不大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培鈴 所以 所以這個培鈴 我們也是需要跟它 跟它上點油 上點油 哇 就差很多了 這真的就差很多 你看 你看 它會自動轉 不會馬上停下來 那其實 如果 如果以我個人的維修 我會 把這邊直接挖洞 因為培鈴 是食堂要加油的 我這邊直接挖洞 然後 從後面直接加 這樣 以後 再處理的時候 會比較省事 那到時候我們就來 把它挖洞 就OK了啦 那 那現在 現在 現在我需要處理 這一個接角的問題 因為少一個接角 會造成機器的一個抖動 反而是 這個接角特別 特別重要 好 我們這一根 角柱 柱子我們用熱熔的方式把它焊好的 我們用這種焊條把它溶解 在這邊 這樣就 黏住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 鎖回去了 它這一顆馬達是先固定在這個角柱 然後再靠這四根柱子 固定在這個 電風扇的外框 好 所以我才會說 那個 角柱很重要 就在這裡 因為你光是固定在這個角柱還是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 非常牢靠的 在它的基座上面 然後我發現它這個每個 每個螺絲都不是很牢靠 都有點滑牙的現象 你只能將就著用 好,那我們這四顆螺絲都鎖上去了 那之前這顆螺絲的基座曾經斷過嘛 表示 它這個基座不是很牢靠的東西 今天這個斷 下一次這個斷 下一次這個斷 因為時間越久 它那個結構越來越鬆散 所以我是覺得 最好用鐵絲來跟它加強一下 畢竟它這個整個馬達的結構是靠 靠那螺絲固定在這個風扇座上面 那我們就用電線來加強一下好了 好 剛才我們綁這條電線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考慮到說 它這個 葉片在旋轉的時候 會不會卡到我們的電線上面 這也是要 要考慮的 我看這個情形應該是還好 沒有卡到的 這樣應該可以幫助它的基座穩固一點 我再來試一下 它會不會卡到 好 有多了這兩條電線的一個強化 這應該就牢靠多了 好 好 我們把它的 蓋子 蓋上去吧 好 這樣 大致上是完成了 好 這個轉頭會亂轉 應該就是 這個鬆托 把它鎖緊一點 好 這樣就不會頭部亂放 這樣我們就可以弄到它的定位 那再來就插電 測試 很安靜 沒有什麼噪音 第二段 第三段 最強的 風量也還不小 也可以算是 安靜無聲 好 那我們今天會了九牛二虎之力 終於把阿妹妹 撿回來的電扇修好了 那我想過年期間呢 有很多人丟一些不要用的傢俱 那各位可以去尋寶 那 也許有意外的收穫 簡單修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